你是否唱高音的时候出现过吉卡? 你是否尾音的时候会经常挤嗓子? 本视频帮你分析一下声音吉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声音产生吉卡一般会分为三种情况 首先是缓甲肌收缩已经到了极限 同时喉位过高 舌骨和甲状软骨之间已经没有间隙 第二种情况是舌根发紧往后缩 堵塞了发声通道 声音被憋住了 第三种情况是喉外肌用力 下巴过度紧张僵硬 使得声带变形 造成声带产生的音色不统一 下面我给出五种解决方案供大家选择 首先伸吸气打开喉咙 气息贴着后颜臂走 气息的通畅有助于缓解声音的吉卡问题 其次用上口盖和鼻子吸气 把口鼻通道吸开 这样不仅可以缓解下巴和喉咙的紧张感 而且可以让气息更畅通 再次做半打哈欠的动作 协调好参与发声的肌肉群 让声带发声更自然 此外唱无母音来稳定喉位 可以有效减轻 和为过高造成的吉卡 最后 唱高音或者尾音说话时 有意识地让舌尖倾底下门齿 这样可以避免舌根后缩 堵塞发声通道 当然 想必有人仍然会说 突破自己高音极限 仍然还会有吉卡的现象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会在下一期视频重点讲 怎样突破自己的高音极限 我们下车点 中文极限 入口再车点